大家不就是很快地去吸收知識 如果大家有理解過心理學 所謂的學習和記憶力 為何將學習和記憶力放在一起呢? 就是你要學習一些東西 就要有差不多的記憶力 譬如我看到一件事 學會有很多所謂的 information 一些指導性的東西 然後我要去分析 在腦裡分析 分析完之後才會留在腦裡 但現在不是這樣 那樣東西都水掛背 嘩,這裡這麼有趣 那裡又說開演唱會不行 開演唱會不行 那裡有人訂東西 其實是大家很快地 將注意力不斷移動 當你的注意力不斷移動 其實你分析事物的時間就短了 那即是證明你記得的東西 就少過以前